活了三十年 我才知道 一直以来我的坏运气 都是在为今天的好运做准备 今天早上 我只不过是顺手扶起一位摔倒的老爷子 就得到了丧尸将要出现 末日就要来临的消息 以及一个储物袋 我叫常喜乐 于 小学语文老师 今年三十岁 六岁丧母 父亲再娶 十二岁抚养我的外婆去世 靠姨姨和舅舅们的接绩 我顺利读完高中 考上了大学 大一那年秋天 二姨去世 大二冬天 三就去世 买饮料买彩票 从来都是谢谢惠顾 我估计就是传说中的天煞孤星吧 所以 倒霉就只倒霉我一个人吧 别和和别人了 今年三十了 拒绝了无数次同事介绍的相亲 独来独往 日子过得平平淡淡 也没有想过以后自己会是怎样 就这么浑浑噩噩的过下去吧 直到今天早上 在过红绿灯时 发现前面斑马线上闹哄哄的一堆人 走到跟前 才发现是一个老爷子摔倒在地上 起不来 周围有拍照发朋友圈的 有议论是风不古的 有凑热闹的 就是没人上去扶一把 大家也是怕老头碰瓷讹人 毕竟这些年来 报道过很多类似案例 我想了想 自己一月就那几千工资 又是顾家寡人一个 即便老头真讹人也不怕 于是我就上前把老头子扶起来 然后说 老爷子 我扶您起来 我可以帮您联系家人 小姑娘 我没有家人 没成想 真碰着讹人的了 我想了想 又对老爷子说 老爷子 我这个人活了三十年 就是个天上孤星的命 您要是不怕 您就上我家 却我给您当孙女 左右这老头子 也不可能长生不老 即便我养活他几年 也没什么关系 总好过我那有了后妈 就忘了我的亲的后爸 周围的人都在笑我是个傻子 我也没有在意 扶着老爷子转身要走 老爷子笑眯眯地看着我 一挥手 周围的人好像摘盘桃的七仙女一样 全部被钉在原地 小姑娘 上天有好生之德 老爷子 我三百年前开始修真 直到最近 总感觉内心浮动 四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掐指一算 原来是我要历劫飞升了 再过十天 天降火球 带来天外病毒 感染病毒者 撞弱僵尸 引人血 食人肉 哀鸿遍野 实不存三 我在这时间修炼至今 总要在历劫之前 回馈这时间 二也是积攒功德 有助历劫 我已经在这里逗留了三天 却只有你一人肯停下来 相助于我 因此 我赠与你储物带一个 再提前告知你灾难来临 希望你能在这末世存活下来 如有余力 请多多助人 余你也是大功德 老爷子说完人就消失不见了 再看看手里拿着的一个小袋子 我表面镇定自如 实际内心一个小人在欢呼跳跃 难道说 我这三十年的废材 都是为了今日的逆袭 我就是天选之子 我就是龙奥天本龙 妈哈哈哈哈 妈哈哈哈哈 可嗨嗨 我真笑出来了 还被口水枪住了 不管周围人看身紧病一样的眼光 我着急的喊 老爷子 你还没告诉我这袋子怎么用啊 脑海里传来一个声音 小姑娘 集中注意力 用意识来控制 我用力挥挥手 更不知道在哪个方向的老爷子 道谢告别 我一路攥着袋子 来到学校校长办公室 以我爸生病住院 需要陪护的理由 顺利请个十天假 反正也没人知道 他没生病 然后我去买了香酸奶 几公斤刚上市的桃子 把车就去了我爸呢 这个点我爸还在上班 我弟没工作 成天窝在家里打游戏 我拿后妈出去开着小卖铺 等到我爸家里 我弟还奇怪 这都十几年了 我咋突然上门了 不过有袍子吃 酸奶喝 他也就没管那么多 继续躺在卧室玩游戏 我乘机溜进我爸卧室 先开床头肚子 果然看到一串钥匙 还好 他这藏钥匙习惯没有改 打开床头柜 房产证果然在里面 我拿上房产证出门 立刻奔银行 由于房子年限久 虽然有130多平 却也只能抵押贷款100万 我又用工作证 办理公务员贷款30万 再用身份证 到网上各个网贷平台 进行贷款 总共又贷了100万 加上存款5万 这样我的启动资金 一共是235万 接下来不到10天的时间里 我得储备好物资 还得给自己找一个安全屋 回到住所后 我先上网搜索一下 极端环境必须的物资储备 然后列出清单 准备要进行大肆采购 现在让我来试验一下 我的储物袋吧 看着眼前的袋子 我拿过一本书 想着放进去 书果然不见了 我再想着拿出来 书又出现在桌子上 我集中精力 想感受一下 这个储物袋的空间有多大 结果发现 差不多是200立方米那么大 也就是相当于 使用面积 100多平米的房子那么大 我又倒了杯开水 放进储物袋半小时后 再拿出来 依然是放进去使的样子 好了 这下就明白了 储物袋里的时间是静止的 那么储存在里面的物品 是不会变质的 这样的话 有了足够的物资 再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我就可以狗好几年了 仓鼠团货计划开始 第一站 批发市场 大米200袋X10公斤 面粉200袋X50公斤 粗细挂面300把X1公斤 方便面 自热米饭 自热小火锅压缩干粮 各种罐头各200箱 菜籽油 花生油 胡麻油 各50桶X5L 酱油 醋 盐 鸡精 蚝油等调味料 各30箱 新鲜的各个部位的牛肉 猪肉 羊肉 兔肉 整鸡 鱼 虾 鸡蛋等生鲜食材 各200公斤 花生 核桃 八蛋木 杏仁 红枣 瓜子 葡萄干 无花果等各类干果 各100公斤 辣条 糖果 饼干 巧克力 蛋糕 点心等各类零食 各100公斤 芹菜 豆芽 豆腐 木耳 白菜 土豆 各类水果 凡是菜市场有的各样100公斤 来了这么的大主顾 市场里的老板们都疯了 怕我不高兴 货不够的都想办法 大家凑一凑凑够够 种子店的老板眼热的不行 也凑过来 妹子 你这是要开超市吗 你看看我这种子 都是好种子 其他老板都纷纷笑话他 人家又不种地 要什么种子 我想了想 我这储物袋空间就这么大 储存的东西再多 也总有消耗完的一天 如果丧尸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我也得重粮重菜 才能自己自足啊 老板 把你那的菜种 两种各样 给我来五十代 我本来还想再去买些锅碗瓢盆 萌具什么的 后来一想 没必要因为这些东西浪费空间 等丧尸来了 我再去店里拿一些 也没人会抢这些东西 不要说我不讲道德 钱要用在刀刃上 跟各个店的老板付了定金 约定好交货时间和地点 我准备去逛逛户外用品店 来到不行街 我挑了门脸最大的一家店就进去了 也不看款式 直接给导过小哥 报了身高体重鞋码 让他把防风防水服 保暖衣 排汗衣个拿石套 防水登山靴拿五双 然后又问了小哥 质量最好的睡袋和帐篷是哪一款 接着又买了十个卡式炉 一百箱固体燃料 在此约好送货时间和地点后 我又溜溜答答的来到了建材市场 大致了解了行情后 我对于如何加固我的安全屋 就有了大致计划 紧接着我来到房屋中介机构 对工作人员说出我的要求 我要租一栋别墅 要有前后院 地方要宽敞 同时还有隐蔽性 本以为这样的房子不好找 谁知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刚好有个富商为了金屋藏郊 专门盖了个地下一层 地上两层的别墅 为了逃美人欢心 富商专门请了著名设计师 建筑材料也都用了最好的 可惜好日子没享受几天 就被郑公发现 郑公打上门来 吓得富商赶紧打发了美人 并写下了保证 郑公嫌弃房子被小三住过 就委托中介尽快出租 这等好事去哪里找 我赶紧交了一万押金 先把别墅租下来 至于尾款 等十天后再交吧 从中介小哥那里拿了钥匙 我赶紧又直奔建材市场 挑好我需要的钢筋水泥 钢丝网等建材 又找了个施工队 一起来到了别墅区 跟施工队老板沟通好 我的装修要求 签好合同 我付了定金 就准备回住所去 返回途中 我看到了送水站 才想起来忘记吞水了 赶紧又订了 200桶50L的纯净水 等回到家才发现 大半天过去了 我忙得连午饭都忘吃了 订了分外卖 狼吞虎咽的吃完 摊在沙发上半个小时 才感觉自己缓过劲来 脑海里过了一遍 今天储备的物资 盘算着还需要 置办些什么东西 由于对车并不熟悉 我又上网 查看了一下 各大品牌的轿车 和SUV的功能介绍 考虑到末日降临后 加油的困难 我把目光投向了 油电两用车 最终我选择了 某亚迪送油电混合车 准备明天一早 就去4S店提车 当然是贷款提车 简单的洗了个热水澡 吹干头发时 我在想 明天还得去买 几套光伏发电系统 躺在床上 我以为我会激动的睡不着 没想到 头一挨枕头 我就睡着了 一夜无梦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醒来了 到早市吃了 热腾腾的包子和豆浆 又买了200分割类早餐 包子 油条 麻团 豆腐脑 豆浆 胡辣汤等 找了个没人的地 就全装进了我的储物袋 来到4S店 办好全额贷款手续 我让工作人员 帮我开到加油站 加满一箱油 然后启动电动模式 来到卖光伏发电系统的公司 工作人员 看了别墅的平面图之后 推荐了屋顶和墙面光伏发电设备 用同样的套路支付订金 要求对方派人上门安装设备 10天后支付尾款 有钱能使鬼推磨 在金钱的驱动下 施工队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就把我要求豪沟给挖出来了 宽5米升5米 只在别墅大门和后门的位置 安装了两座吊桥 电动控制系统 按下按钮 就可以轻松放下和收起吊桥 施工队的老板还跟我开玩笑 妹子 你这是准备打造末日堡垒吗 是啊 我要保证我的安全啊 老板 你也多囤点吃的喝的 干完我这的活就休息半个月吧 说不定到时候疫情严重 要封城哦 我说的是实话 就是不知道它能听进去多少 傍晚 看着屋顶墙面上 闪闪发光的光伏发电板 别墅外的壕沟吊桥 我好有成就感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呀 叮铃铃 我订的手机闹钟响了 一看时间 离我跟那些老板们 订好交货的时间 还有半个小时 等我赶到游乐园门口 老板们已经在等我了 晚上游乐园早关门了 黑区区的连个人影也没有 我挨个给老板们结算尾款 让他们把货卸下来就好 我告诉他们 我另外安排了人帮我运走 等他们卸了货都走了 我再一样样的装进储物袋 可能今天装的东西太多 导致我耗费精力太多 感觉脑袋挣扎式的疼 不过 看着储物袋里分门别类的物资 我感觉自己更安全了呢 躺在床上 我像个手材奴一样 又清点了一边物资 闭上眼睛 今天也是快乐的一天啊 第三天 我来到别墅 施工队按照我的要求 在加高院墙 本来的院墙是2米 现在我让他们加高到3.5米 后院的游泳池给挖了 填平 全部整成菜地 前院的喷泉 假山 盆景 都搬走扔了 房间里那些滑而不实的装饰 能拆就拆 我一面转着看 一面给施工对老板提要求 打电话联系了 光伏发电公司的工作人员 让他们来调试发电板 并且调整电路 这样即便将来停电了 我也可以用这些发电板 组建自己的里网发电系统 就能保证我在屋里的用电了 马不停蹄地赶往积电市场 买了几台柴油汽油发电机 有备无患吧 万一光伏发电不给力 这也能救个急 我又拿钱贿赂一下老板 顺利地买到300台 锂电一体的电鱼机 回家就装到钢丝网上 这玩意即时放电量 最大能电没一头牛 这末日了 不但要防丧尸 更重要的是要防人啊 皮肤无罪 怀避其罪 这保不齐哪个有些人 看到我这里安全又有物资 那就不妙了 所以不得不防 回到别墅 让施工队把电鱼机 装到围墙上 全方位覆盖 别墅所有的窗户外 也按我的要求 在安装钢丝网 于是我让他们在钢丝网上 也装上电鱼机 万一围墙拦不住了 好歹还有第二道防线 安排完这些 我又直奔美食一条街 挑自己喜欢吃的 让各家餐厅做好后 送到指定地点 不用说这些好吃的 也进了我的储物袋了 转过头又去了家电市场 买了一台三开门的大冰箱 两台大冰柜 顺便批发了很多冰激凌 冷冻肉 冷冻食品 足够填满冰柜 在跑趟图书馆 借了十几本大部头长篇小说 等我躺平的时候 可以打发时间 不能老丁的手机平板蛮 对眼睛不好 那个富商为了附庸风雅 还在别墅的客厅里 修了个壁炉 想到壁炉 我又拐去木材厂和煤厂 各定五吨 让老板送到别墅 给整齐摆放在前院里 没办法 我这人倒霉惯了 所以啥都习惯 往最坏处着想 拿出手机 联系了施工队老板 让他等木材和没摆放好以后 再装个简易采钢板房 把木材和没能保护着 免得被雨雪淋湿 而且我也用先付定金 在付尾款的方式 套路来了很多资源 可那几套光伏发电系统可不便宜 付了20万定金 人家才肯上门安装的 加上买米面油 肉 干果 木材 没等物资 那可都是全款购买 这加下来 七七八八可不就100万出去了 实在是肉疼啊 可也没办法 还得想办法找门路买点柴油汽油 不知道卖给我电鱼机的老板 有没有门路 好像我初中同学在加油站工作 明天不行找找他 明天还要去储备药品 我迷迷糊糊地想着 鼠有鼠到 猫有猫到 果然 卖给我电鱼机的老板 有买油的门路 可惜他胃口太大 跟我要的好处费太多 我打点他一万 才买到了茶油100L 汽油100L 气得我干疼 还得忍着 好在我初中同学还是很给力 在我给他塞了个5000块的金镯子后 他热情地给我引荐了他的领导们 茅台 中华 上上下下打点了一圈 又请领导们洗洗桑拿泡泡脚 放松一下 我顺利以高出市场价一倍的价钱 买到了一油罐车的油 他们还有勤赠送我一套加油设备 这一桶桶的汽油 都让我利用储物袋 偷偷藏到别墅地下室了 处理好了汽油 我拿着医保卡 直奔个大药店 刷卡买了感冒药 退烧药 消炎药 胃药 止痛药 凡是日常生活中可能会用到的药 多个买了几十盒 医保卡里的钱刷完了 就直接微信支付 酒精 纱布 货香挣汽水 云南摆药 连速效就新完 我都买了几盒 药店判我买的药多 还给我赠送了颈椎仪 家用爱酒仪 按摩仪 正在愉快地买买买 突然一股热流 坏了 这几天太忙了 都忘了自己的生理期 就是今天 急忙又买了包药用卫生巾 借用药店的卫生间 打理好自己 因为这是提醒了我 我又去了附近的大型商超 把货架上日用夜用各种卫生巾 全部扫当于空 又去买了够 使用两年的抽纸卷筒纸 牙刷牙膏 洗发水 沐浴露 洗衣液 内衣 袜子 棉拖 凉拖 睡衣家居服 春夏秋冬四季衣物 当然都是便于活动的款式 各类短裙长裙 我是一概不要 然后我又挑了十几双皮鞋 运动鞋 再买它个几十套货负品 这种扫货的感觉真好 在商超购物的好处是 你能想到的 商场里基本都有 缺点就是东西好 价格也好 可能女人的基因里 就有爱购物的天性吧 买买买 爽爽爽 一付钱 我才发现小五十万出去了 还好 还剩七八十万 先稳住 不能浪 还得买几套水质净化设备 明天买好设备 得在家好好规划规划 再清点一下物资 好茶落不缺 新的一天开始了 又是充满斗志的一天 花了五万 买了最好的两套 家用水质净化处理设备 让老板给我选择合适的地方 装在别墅里 买着设备 也是预防我囤的水不够喝 还可以净化雨水 或者河水来使用 别墅的改造工程已经完工 此刻别墅里只有我一个人了 我要开始盘点了 我发现 用储物袋来摆放物品特别方便 只需要一时一动 把外面的东西存放进储物袋 就会自动按顺序类别放置好 再把东西取出来 就会按照储物袋里的顺序 摆放的整整齐齐 所以我把压缩干粮 罐头 方便面这一类储存时间相对较长的 我把需要冷藏的拿出来放在冰箱 剩下的保质期短的 生鲜食材就还放在我的储物袋里 衣帽间用来放我购置的各种衣物和鞋子 我从地下室巡视到客房 再到厨房 然后来到客厅 透过巨大的落地窗 看着外面院子里的采钢板房 满满当当的物资 让我突然中二病发作 我一挥手 对着面前的空气说道 爱飞 快看啊 这就是正为你打下的江山 用的还是波音枪 说完我自己也觉得干大的受不了 幸亏也没人看到我这丢人的一幕 估计是今天为了摆放物资 老是用储物袋收取东西 导致我的精力有点透支 清点完锁囤物资 我的脑子像一团江湖 也想不出来还需要什么 不过 今天才是第五天 我还有五天时间 可以补充我忘记的物资 所以 今天就暂时先放松一下吧 感谢好人负伤 我在他花重金打造的金屋里 美美地泡了个热水澡 煎块牛排 犒劳一下自己 等我吃着美味可口的牛排 突然就知道还去点啥了 这有肉无酒不如喂狗 明天一定要去弄点好酒回来 我惬意地端着一碗冰激凌 窝在沙发里 看着最近的新翻动漫 看着看着 动漫里坏人伤人的场景提醒了我 一直以来 我都是在努力囤积生活物资 加固居所 可我却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不可能一直躲在我的安全屋里不出去 人再怎么独居 仍然逃脱不了自己社会性动物的属性 我需要偶尔外出收集信息 或者补充某些物资 那么我势必会直面丧失 而且遇到该救的人我就还是不救 老爷子可是说了 让我能救救救 给自己积累功德 所以面对丧失 我得有保护自己的武器吧 武器又要去哪里搞 明天得好好想想办法 这是我得知丧失消息的第六天 一大早我就来到烟酒商行 准备买些好酒 当然不是白酒 那玩意不管贵贱 让我喝都跟货香正汽水一个味 又辣又烧喉咙 哪里也闻不出他们说的酒香味 所以我要买的是红酒 香槟还有啤酒 来都来了 索性再买点其他饮料吧 光喝酒也单掉乏味无去了血 可乐 雪碧 各种口味气泡水 橙汁 桃汁 奶皮 各样都来个五十件 酒的问题解决了 武器怎么办 管制刀具是不允许买卖的 我总不能拿菜刀砍丧尸吧 枪 那更不可能了 等等 这枪好像能搞到 我记得同事曾经说过 他们周末时候去过实弹打巴场 一颗子弹五块 虽然贵了点 但物有所值 他们玩回来兴奋地说了好久 打巴场走起 我拿出五千块 挑了个顺眼的教练来教我打枪 因为事关生命 我拿出百分之两百的精力 来学习如何装子弹 拉保险栓 瞄准 射击 浪费了几十发子弹后 我习惯了枪的后座力 渐渐地开始中把了 练习了半天后 我学习的热情 还是抵不过一次次后座力 带来的后遗症 我开始觉得胳膊酸痛 肩膀也痛不行 我和教练约定好 以后还找他练习 在监控盲区塞给他五千块 以好奇为由 让他带我去看看 他们存放枪和子弹的地方 我这是在为丧尸爆发后 获得武器而踩点 我要趁着丧尸爆发后 大家一片慌乱 还想不到打巴场时 尽早来取走枪弹药 一切都是为了自保 回到别墅 我开始上网 我在各大论坛平台发表帖子 大意识我得到可靠消息 有一个患有奥秘病毒的游客 来到了我时 已经传染了多人 马上要封城 害怕引起躁动 上级还没有通报市民 请大家利用这两天 尽快囤积大量物资 然后待在家里不要外出 我不是圣母 也没有异能 我能做的 也只有借着疫情来提醒大家 希望能让多一点的人 意识到危险性 多囤物资 这样也能多一点生的希望 不相信我的人 我也没有办法 他在房产证的份上 我给我那只养育了 我六年的父亲打了电话 提醒他 最近疫情又严重了 三天后要封城 赶紧把小卖铺里 还有家里 都囤满生活用品 然后就守在家里 别乱跑了 至于他相不相信 能不能说服 我弟和我后妈 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最后给我的同学同事们 也群发了这个消息 然后我就关掉手机 坐在按摩椅上 好好放松一下 僵硬酸痛的身体 第七天 我依然是来到打巴场练习射击 顺便和我的教练 拉关系套近乎 一点点地弄清楚 他们这里的值班 以及安保情况 可能是因为没有顾客 像我一样天天都来 还出手大方 教练还挺喜欢 我这爱学习的尽头 教练告诉我 由于他们这打巴场地处失焦 一般都是周末 或小长假来玩的人多 所以他们这里晚上 基本就是两个值班人员 轮换着看监控 而枪弹药都是锁在仓库里 要是由当天值班人员保管 第八天 打巴场练习射击 第九天 打巴场练习射击 第十天 没去打巴场 这几天 我手机一直没有开机 白天也都在打巴场 就是怕警官叔叔找到我 说我散布谣言 请我去喝茶 拿剩下的钱 又去疯狂投了一波物资 吃得用的 药品 保健品 都整齐摆放在别墅里 除了这些 我还去老保用品店里 买了几件哇哦 穿的那种防水连体衣 在摩托车店里 买了几个防护性能 最好的头盔 接下来我就在别墅里 静静地享受着 最后的平静时光 第十一天早上九点多 天空中闪耀着红色的光芒 大大小小的陨石 从天而降 有些人很倒霉地 被陨石砸中而亡 而更多的人是觉得 这种警官难得一见 都停下来拍照发微博 发朋友圈 还有些胆大的 追着陨石坠落的轨迹 跑去陨石跟前看稀奇 变故就发生在一瞬间 那些胆大去看陨石的人 或者刚好在陨石附近的人 突然就觉得呼吸困难 倒在地上抽动不止 再远一些的人还觉得奇怪 就看到倒在地上的人 突然站了起来 有那心地善良的好心人 还走上前去询问对方 需不需要去医院 却看见对方脸色清白 翻着眼白 满是血丝 喉咙中发出呵呵声 朝着自己就扑了过来 好心人还想着 赶紧得送他去医院 却觉得脖子一痛 对方竟然咬下一块肉 开始取决 围观之人还不知危险 仍然在看热闹 有眼尖的人看见被咬的人 才尖叫一声准备跑 可是已经晚了 这病毒传播极快 不过几分钟 被咬的人也加入了丧尸大军 追赶着逃跑的人群 道路上 人们患不择路 都想尽快开车逃走 反而都挤在一起 被追上来的丧尸堵在车里 有胆子大的 想要汽车逃跑 却腿脚发软跑不快 最后被丧尸追上 有丢弃家人自己逃跑的 有把家人朋友推进丧尸堆 只为自己活路的 也有舍弃自己性命 只为让妻子孩子先逃的 人性在此刻最为真实不过 马路上 墙壁上 到处洒满了鲜血 惨叫声 木骂声 不绝远 有些地方着火了 浓烟滚滚 人间炼狱不过如此 我穿上登山服 在套上剪掉两只脚的 哇哦连体衣 戴上口罩和头盔 把别墅里原来就有的高尔夫球杆 挑了X号的拿在手里 挥了几下 打高尔夫球 不计我打不到 但是给丧尸开瓢 还是没问题的 穿好登山靴 确定自己不会被丧尸抓伤 我出门开车 往达巴场去 我的别墅和达巴场 都不在闹市区 所以一路上走来 丧尸的数量比较少 即便他们听到 我的车子的声音 想要追上来 也被我加速 远远扔在后面 到了达巴场 我有些笨拙地 往值班室走去 心里想着 如果值班人员还活着 我就拿钱买通塔 远远的还没到值班室 就看到三只晃晃悠的丧尸 从衣服可以看出来 其中两个是值班人员 另一个应该是个顾客 看情形 像是顾客感染病毒后 来到达巴场 然后病毒发作 咬伤了两名值班人员 这下子不好办了 三只丧尸我也搞不定了 正苦于没有办法 一下解决三只丧尸 我眼前一辆 因为达巴场比较大 所以为了更好的服务顾客 有提供四轮电动车 客人可以坐电动车 去自己的达巴场地 而这种电动车的钥匙 都在上面 就是为了方便顾客使用 我拧开两辆电动车的钥匙 让第二辆车头顶着第一辆的车尾 然后我就坐在第二辆车上 开到最大速度 往丧尸那里撞过去 别小看这电动车 最大时速也能达到60公里每小时 我这全速开动 声音立刻吸引了三只丧尸围过来 正合我意 我冲 碾压你们这些怪物 小电动车当然碾不掉丧尸 但是却能把他们撞翻 趁着他们翻倒在地 我抡起高尔夫球杆 使出全身力气 给离我最近的丧尸开调 这名牌球杆质量真是杠杠低 一下子就结果了第一只 就是看着有点恶心 你们也别说 什么这是人 怎么下得去手 这特别是怪物 还是想要吃我的肉 和我的血的怪物 我能对这玩意心生怜悯吗 那绝对不可能 见过干掉鱼梅 就把这家伙 当成大个便衣鱼 使劲爆头就是 倒车 再撞一次 压住 抡杆 使劲敲 最后一次 敲 搞定 收工 我从值班人员的兜里 取下一串钥匙 这里就有仓库的钥匙 其实 刚感染病毒的丧尸 并不如人类灵活 他们的优点是 不知道恐惧和疼痛 但缺点是 头部很脆弱 只要被爆头就完蛋了 所以 普通人只要冷静点 勇敢点 拿起武器来精准爆头 就能把丧尸干掉 可惜的是 大家在和平年代安逸惯了 猛然遇到这种 颠覆三观的怪物 乐得就像掉进米缸里的老鼠 我拿走了一半的枪弹药 另一半留给其他有需要的人吧 如果他能活着到这里 说明这人也不是一般人 不要说我冷漠自私 我一个人也就不了全天下 我能做的 就是先保全自己 然后才能有条件去救助他人 你们也不要指责我 为什么不把丧尸爆发的真实消息 告诉大家 你们想想 如果我真的说了 姑且不说 会有多少人相信我 我的下场十有八九 不是进了精神病院 就是被欺骗研究了 我用随身携带的消毒剂 把高尔夫球干削了毒 把枪里都装满子弹 只在身上留两把 其他都放进储物袋 然后开车返回别墅 回去的路上 看到有丧尸 我就加速甩开他们 车速太快 我差点就撞上一个 突然冲出来的孕妇 他疯狂地冲我招手 满脸身泪 大叫着 救救我 救救我的孩子 他身后是几只丧尸 情况危急 我赶紧一脚刹车 把手伸到后面 替他打开车门 他跌跌撞撞地爬进车里 刚拉上车门 丧尸的爪子就碰到了车身 系好安全带 护好肚子 我要加速了 说完 我就一脚油门 把丧尸甩开来 这种情况下 我没办法见死不救 而且我让他系好安全带 如果他丧尸化了 也会被安全带束缚着 我一求干 就能让他解脱 在车上经过简单交流 我知道这位孕妇名叫李奇 怀孕38周 今天本来是到郊区水果园 和丈夫一起来摘桃子 谁知道就爆发丧尸了 她丈夫为了保护 他被丧尸咬伤了 他就赶紧往外跑 但是带着肚子又能跑多快 眼看被追上了 他看到了我的车 才疯狂拦车求救 可能是刚才逃命的时候 动了胎气 李奇突然肚子很疼 我一下慌了神 我还从来没有接生过呢 就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死马当活马医吧 我决定把李奇带到别墅生产 一路飙车回到别墅 我扶着李奇下车进入客厅 翻出来一包一次性的精气小床垫 又把纱布 点符 药棉 消炎药 只疼药乱七八糟的 拿了一大堆过来 我把小床垫铺在沙发上 架起李奇躺在上面 我也不知道该怎样接生 只能回忆曾经看过的 电视剧里生孩子的情节 李奇 别紧张 深呼吸 他在那里痛苦地呻吟着 一头汗水 我在旁边也是紧张的一头汗水 突然他开始抽动 翻着白眼 我一看情形不妙 他这是要丧失化呀 难不成他也被咬了 我快速扫过他的全身 结果在他的脚脖子上 发现了一个抓痕 看来是刚才上车的时候 被抓了 我迅速拿出手机 打开视频模式 大声对李奇说 想想你的宝宝 你现在要是坚持不住 你的宝宝永远也没有机会 来到这个世界了 你想让他恨你吗 李奇 你坚持住 我给你录个视频 留给宝宝 女本柔弱 为母则刚 也许我的话真的起了作用 李奇的眼睛又恢复了正常 他努力地调整呼吸 一下一下地使着劲 也许是老天爷在帮他 在我这么半吊子 接生婆的指导下 他竟然真的把宝宝生出来了 我剪断旗带 打了个结 拿点副消毒 用纱布和胶带 把旗带贴起来 又拿个小毯子包着宝宝 放在李奇怀里 我和他都知道 时间不多了 李奇温柔地亲了亲宝宝的额头 对着手机摄像头 留下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法 亲爱的宝宝 我是妈妈李奇 你的爸爸叫顾长青 爸爸妈妈一直都在盼着你的到来 我们给你取名叫明珠 现在妈妈要去找爸爸了 妈妈把你托付给长喜乐阿姨 他会代替我照顾你的 宝宝 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录完视频 他就又开始翻白眼 眼冒红光 嗓子里发出嚎叫声 这一次他真的坚持不住了 我赶紧把宝宝抱过来 扯过桌布盖住李奇 然后一球杆敲上去 把宝宝放在卧室的床上 我返回客厅 用桌布裹着李奇的遗体 费力地拖上车 开车到离别墅三公里的公园里 我把李奇放在入口的长椅上 居了一躬 在心里默默道 李奇没能救得了你 你放心 我一定帮你把宝宝养大 只是现在我没有能力安葬你 请原谅我 我拿出手机 发现网络已经中断了 这样我没有办法 从网上下载育儿知识来学习 那就只能去图书馆或者书店 才能找到育儿类的书籍 而且还要去母婴店里找奶粉 我再没有育儿经验 这点尝试还是有的 我开动车子往图书馆开去 因为离世区近了 路上丧失数量明显增多 不可见小蓝车和小黄车 虽说没有网络无法刷钱开锁 但我可以砸开锁呀 抡起球杆 稳准狠 拿出抱丧失头的精神状态 搞坏车所以后 我赶紧骑上车子继续前行 仗着自己有头盔 连体一防护 我一高人胆大 骑着电动车充分发挥自己的车技 成功避开了大部分丧失 有些实在避不开的 我都是一球杆子挥倒就赶紧跑了 为什么不做掉丧失 一是时间紧迫 我需要尽快找到书籍奶粉 回去喂宝宝 二是 如果我开始清理丧失 被闻生赶来的丧失围住 就不妙了 进到市区还是有好处的 我还没到图书馆 就看到路边有两家母婴店 旁边就是一家书店 店门敞开着 空无一人 不知道是老板是跑掉了 还是牺牲了 希望是前者吧 我根本不知道 选择什么牌子的奶粉 不过都这时候了 索性把两家店里 货架上的物品 包括衣物 全收进了储物袋 我来到书店一看 店里大部分书 都是关于婴幼儿户里的 这倒省了 我找书的时间 一股脑的全收起来 我骑车返回我停车的地方 一路上有惊无险 有只丧失 差点就抓住我后背了 幸亏我躲得快 到了地方 老远就看到几只丧失 围着车在打转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闻到车里里骑的血腥味了 我拿出手枪 验证我学习成果的时刻到了 瞄准 射击 很好 不愧是我天选之子 龙傲天本天 六发子弹 六支丧失 我的中二病又发作了 我嚣张地吹吹枪口的烟 不过我也知道这种时刻 装一秒就行了 一拧车把 加速骑到我的车跟前 迅速上车 点火 走人 走不了了 只见不知道从哪钻出来 一个脏兮兮的 衣服散乱的女孩 又双手张开 拦在车前面 刚才的六声枪响 已经吸引了远处丧失围过来了 这个女孩又堵在车前 我也不可能真的一脚油门压过去 我降下车窗 压低声音 让他赶紧上车 谁知他摇摇头 我不上车 除非你答应我 帮我去救我的同学 我看见你有枪 我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妹子 你先上车 丧失都围过来了 你要找死别拉着我 他探探周围围过来的丧失 脸色白了 幸好他还有点脑子 赶紧上了车 我一脚油门 甩开身后的丧失 上车的女孩一下急了 哎 你要去哪 你走了我的同学怎么办 我急着回去照顾小明珠 哪里有时间去帮他救人 妹子 我让你上车 也是迫不得已 更没有义务去救你的同学 不想这女孩一边嘴里嘟嘟当当的什么 我有枪就应该救人 同为女性更要互相帮助 一边来抢方向盘 我气急而笑 一脚刹车 把车子停在路边 看他今天能说出什么话来 最后得知他和三个摄友 今天上午没课 就相约来逛街 谁知道爆发了丧失 他们四个人命好没被咬 吓坏了想要回家 但是到处都有丧失 他们不敢跑 最后靠躲在垃圾箱里 借着垃圾的腐臭气味 掩盖住自身的味道 存活了下来 我开车来 砸开锁 躲丧失他们都看见了 本来想那时候就喊我救命的 但是我走得快 他们没来得及 等我回来 开枪打死丧失 他们顿时觉得就是主来了 就推选周小果出来拦车 你有枪的 你可以保护我们 我们可以给你钱 不过我们还是学生 没有那么多钱 你把我们送回家 我们让父母给你钱 周小果又一次要求我去救他的同学 同时还希望我送他们回家 如果你们家在市区 那个大主道 肯定都已经堵得水泄不通了 车子根本过不去 我总不能带你们飞过去 再说现在丧失的头是他们的弱点 只要不害怕 女生拿个棒球棒都能给他们爆头 我不敢 这可是杀人 那是吃人的怪物 不是人 你得学会自救 要不你就等着被吃吧 我大声说 看周小果还在歪馋 我不耐烦了 实话告诉你 刚才我开枪肯定引来了不少丧失 现在我也不敢再回去 而且我也没有义务 如果你想救人 我可以帮你开辆小黄车 你只要胆大心细一点 是可以避过丧失的 为了尽快回去 我送佛送到西 又取下头盔和球杆递给他 头盔和球杆给你 你可以用它们保护自己 不等他拒绝 我又拿球杆到路边开启了几辆小黄车 又去把旁边巨大的广告灯箱捅烂 撕下来一大块 到车上 我把扯下来的广告布递给他 让他把身子裹一裹 再戴上头盔 周小果还是直摇头 不愿下车 又问能不能跟我回去 如果今天换一个人 可能我会嫌麻烦带回去 可这姑娘这性格 不知道说她天真好呢 还是单纯好呢 我要是带她回去 她看到我囤积的物资 说不定会让我出去拿吃的救人群 看看手机 我已经出来快两个小时了 我越发急躁 不愿再纠缠下去 我直接掏出枪来 对着周小果 你是自己带着我给的东西下去 还是让我把你扔下去 周小果下得赶紧抱着广告布 头盔和球棒下的车 我又把后座上 用来伪装自己的背包拿过来 假装是包里原来就有实际 是从储物袋转移出来 几包饼干面包 还有几瓶酸奶和饮料 然后把包扔在她脚下 等回到家里 小明珠已经睡醒了一觉 饿得直哭 嗓子都哭哑了 我赶紧手忙搅乱的 把储物袋里收集的育儿书 母婴店里收集的东西都拿出来 先堆在客厅地上 迅速翻到一本新生儿护理知识手册 才知道新生儿要喝一段奶粉 冲奶粉的水要50度左右 看到这里 我又想感谢好人富商 这别墅里的家具都是齐全的 再找出一段奶粉 快速冲好奶粉 我才抱起小宝宝 按照育儿手册上的喂奶姿势 来给他喂奶 小女娃早饿急了眼 叼住奶嘴就吃 她吃饱了睡着了 给我赠送了一大泡尿 和一泡黑乎乎的便便 我先把沾了尿和屎的连体衣 脱了卷成一团 换了身睡衣 去把洗脸池子里放好温水 得把宝宝外表的血和胎质清洗干净呀 想我尝喜乐 可是打过丧尸的 这点小事岂不难倒我 可是这小娃娃 哪都软软了一小团 真是无从下手 我一狠心 抱着宝宝放进水里 又要清洗 又要拖住它防止枪水 实在是难 搞得我满身汗水 把宝宝折腾干净 裹上毯子让它睡觉 我才有时间继续学习 新生儿护理手册 再从母婴用品里 挑出新生儿需要的奶粉 药布湿 衣服 包备等物品 笨手笨脚地 给宝宝换上药布湿 毯子换成包备 它依然睡得香甜 在小奶团子的哭声中 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顶着一对熊猫眼 眼袋都要挂到肚子上了 我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熟练地冲好奶粉 抱起小明珠喂奶 这一晚上起了好几次 不是在换尿不湿 就是在喂奶 好在小明珠很乖 除了拉屎了 饿了哭几声 其他时候都很乖地睡着 在它睡着的时候 我才能闲下来吃饭 玩手机或者看看平板里 我以前下在好的电影 在没有小团子 加入我的生活之前 我的预想就是 囤供物资在漠视狗着 在我的安全屋里 我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 悠哉悠哉地吃着三餐 如果高兴了 就动手做点好菜 喝两杯 累了就拿现成的饭菜吃 吃饱了我就可以隔油摊 想摊沙发摊沙发 想摊床摊床 现在一切都得以它为中心 它的哭声就是号角 我就得立刻开启战动模式 这样不分昼夜的熬了一周 由于严重睡眠不足 身体免疫力下降 我感冒了 我给自己找了感冒要吃了 怕传染小明珠 我戴着口罩照顾她 我头重脚轻 脑袋都有点昏昏沉沉 我感冒着时 一下子提醒了我 养育孩子不是件容易的事 现在靠我这么个新手 一个人单打毒斗 的确不行 而且当初我买药 全是买的大人药品 这小明珠要是生病 连个药都没有 看来我不能再当毒行侠了 为了小明珠得找个合作伙伴 还得去找适合婴儿吃的药品 套上连体衣 登山靴 再挑了一根X号球杆 我戴上头盔出门了 我开车走到被堵的地方 挺好车 同样的方法砸开锁 然后骑着小黄车寻找药店 由于这次我还身间找第二名奶妈 所以还得仔细查找 有没有存活者的痕迹 街道上随处可见干涸的黑色血迹 腐烂发臭的人体组织 塑料袋随风飘扬 苍蝇钉在烂肉上 白花花的蛆虫翻涌 我压下令人恶心的感觉 鼻翼间的腐败臭味 继续前行 很快我看到了两家乡邻的药店 门口导着八九具丧尸的残骸 我心里又喜又怕 喜的是这附近肯定有幸存者 而且他们清理了这里的丧尸 怕的是药店里估计没有药了 再就是怕对方和我不是一个路数的 等我进到药店 里面果然被搬空了 我没有灰心 继续寻找下一家药店 走了大概六七百米 我看到了一家药店 但是门口却围着八九只丧尸 丧尸们呵呵好叫着 围在一起 想要抓住掉在半空的两个人 是的 有两个血葫芦一样的人 被两根绳子从二楼窗户吊着 正好在药店门口 从头发才能看出来是一男一女 他们表面时不时滴落几滴血 引得下面的丧尸躁动不安 我去 这还能忍 明知道这是个针对我的阳谋 可是我还得往坑里跳 我拿出手枪 打爆了六只丧尸 然后我多了个心眼 装头把手机收进怀里 其实是和储物带里 另一把装满子弹的手枪换了个个 然后我就抡起球杆 把剩下的三只丧尸都敲倒了 收起球杆 我没有急着进药店 而是在门口等着 果然幕后之人看我不动 他先动了 从药店二楼下来一群人 为首的是个寸头男 目测身高有个175 体重200斤 长得一脸横肉 一看就是那种 不好惹的社会大哥类型 他身后那时来的牛鬼蛇神 看着一个个 要么一脸凶象 要么尖嘴猴腮 全身都散发着一股 我不是好人的味道 啪啪啪几声 这位寸头社会大哥 漫不经心地鼓了几下掌 不愧是女中豪杰 厉害厉害 妹子 你王哥这里 正缺你这样一员虎匠 跟着哥哥 哥哥保你荣华富贵 就是就是 我们王哥可是轻易不开口的 王哥看上你 那是你的荣幸 他身后的小弟们 纷纷给大哥摇起呐喊 我心里省笑 一群漂亮小丑 看丧尸爆发 就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了 我不想和他们多纠缠 就抬头试一下 空中吊着的两个人 丧尸我也打死了 那两个人也该放下来了 要不血流干了 寸头男看我不愿意接受他的招揽 就露出了真实的嘴脸 他一挥手 身后那十几个小弟 就从衣服里取出砍刀 钢管等武器朝我围过来 既然你敬酒不吃 就不要怪我们给你吃罚酒了 弟兄们 给我上 注意点别把这小娘们弄死了 我们还要把他囤的物资弄到手呢 顾不上思考 他们从哪里知道我囤积的物资 我得先把这群乌合之众给解决了 我迅速拿出手枪 对准他们 毕生喝道 不怕死的就过来 寸头男却哈哈大笑起来 弟兄们别怕 这小娘们就是虚张声势呢 他枪里就六发子弹 都打完了 他还没来得及装子弹 现在枪里是空的 他的手下也哈哈笑着朝我逼近 我不慌不忙地对准 走在最前面的小黄毛 朝他左腿开了一枪 黄毛熬的一声惨叫 捂着流血的大腿就跪在了地上 其他人一看 吓得往后退了几步 但是仍然没有散去 寸头男一看 又开始鼓动他的小弟们 弟兄们别怕 他枪里就这一发子弹了 我抬手朝他脚下又开了一枪 然后又装着从包里实际 是从储物袋里 掏出另一把装满子弹的手枪 王哥 我们来猜个谜吧 不如你猜猜我这两把枪里 还有多少子弹吧 说着我又拍了拍我的背包 或者你更想猜猜 我这包里还有多少子弹 王哥顿时变了脸色 连忙点头哈腰 又删了自己的脸一巴掌 大姐 您大人有大量 就原谅小弟一次吧 我让他们上二楼 王哥连连陪笑说 让我先走前面 我说 你怕不是傻的 我走前面 你们好在后面给我一闷棍 抢我的枪怎么办 他们一群点头哈腰地上楼 二楼是一家月子中心 刚一进门 一个农庄艳抹的女孩 就扑进王哥怀里 王哥 你们抓住那女的没 问出来他把物资藏哪了 或 好家伙 他一出生 我才认出来是周小谷 原来是他把我的信息 透露给了这个王哥 合着 就因为我没送他和他同学回家 他就来个设身似乎 非得把我拉下水才行 跟他的账等会再算 现在当务之急 是先把那两个 吊着的人就上来 等王哥手下 把两个人拉上来 才看出来 是一个年轻女孩 和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两个人被人用匕首 割开了很多口子 所以才会血流满身 让那些小弟 把药和纱布拿来 简单地消毒 上药 包扎 然后问他们 这是怎么回事 小弟们为了表现 争先恐后地抢着药说 我看那女孩还有力气 就给他递了瓶水 让他告诉我 事情的真相 在他缓慢地诉说 以及旁边男人的补充下 我才知道他们 这一周来 遭受了怎样的非人待遇 男人是附近一家 大排档的厨师 丧尸爆发那天 正好是他的53岁生日 他和妻子 十年前离异后 一直单身抚养的女儿 女儿刚好收到 大学录取通知书 想着跟爸爸的生日 一起庆贺 就到店里等他下班 而年轻女孩谢瑶 正是周小果的设友之一 丧尸爆发时 他们本来商量的是 让我把他们 带到城市外还 那里丧尸的数量 要少得多 他们几个女孩子 努力一把 也能活下去 可是一切都被周小果搞砸了 他不但要求 我送他们回家 而且还在被我拒绝后 独自拿着我给的食物跑 王哥是钢型满释放人员 以前就是混黑道的 他出狱以后 他以前的小弟们 在大排档里 为他办接封宴 丧尸爆发时 顾客和服务员逃得逃 死得死 而王哥这群人 都是些亡命之徒 不仅没逃 还觉得是机会来了 想着趁机干一票打的 他们堵住了 在后厨干活 没来得及跑的厨师 刘立伟和他的女儿刘真真 刘立伟为了保护女儿 就说跟着他们干 只求放过他女儿 王哥就让刘立伟 负责给他们做饭 刘立伟让女儿 一直跟着自己 哪里都不要去 王哥这一伙人 想着搞个地盘战山为王 就相中了 大排档楼上的月子中心了 站着有砍刀 铁棍等武器 他们顺利地占领了月子中心 把附近药店 超市里的药品物资 全搬了上来 其中一个小喽啰 无意中碰到了周小果 就准备抓住他行不轨之事 而周小果为了自保 就说自己 还有三个同学 可以献给大哥 于是王哥手下 把他三个摄友 从垃圾箱抓了回来 由于谢瑶最漂亮 周小果就让谢瑶 自愿尾身王哥 好救他们不被糟蹋 谢瑶不愿意 反抗太激烈 使得王哥恼羞成怒 就强行侮辱了他 之后又把他赏赐 给最得力的两个手下 谢瑶被两个畜生 折磨了好几天 而周小果 为了不被王哥手下碰 自愿跟了王哥 他的另两个摄友 也被手下瓜分了 一群人渣 把月子中心里漂亮的护士 宝妈都敬献给王哥 王哥想用完毕 就轮到他们 至于月嫂们 则被他们关在一起 用来当作抵挡丧尸的饵料 每次出去搬运物资 他们就会带几名月嫂出去 碰到丧尸就推出去 等到丧尸忙于进食 他们再做掉丧尸 这群畜生 还说要品尝一下 历史上记载过的 不羡羞有多好吃 所以已经有七个婴儿 被他们吃了 今天他们要吃 最后一个婴儿时 刘立伟实在是 无法忍受良心的谴责 他就提出了反对意见 结果他被打了一顿 女儿刘甄甄也被拉走 然后在周小果的提议下 就把谢瑶和他两个 吊起来当诱饵 来引我入套 周小果本以为 王哥可以把我收拾了 并接管我的物资 谁知道给我反击了 我听完这一切 真想立刻宰了这群渣子 但我还是忍住了 不应该由我来决定 他们的生死 就让被他们 伤害过的人来 审判他们吧 我只是给他们 每人大腿上开了一枪 然后我让谢瑶和刘立伟 去把被关着的月嫂们 护士和宝妈们都放出来 他们在王哥的房间里 发现被扒光衣服 捆在床上的刘甄甄 好在王哥 准备在拿下我之后 才对小姑娘动手 衬手的武器 我就出来了 接着房间里 就传来了囚饶的声音 叫骂的声音 惨叫什么 十几分钟后 这些被侮辱 被虐待 被石子的女人们 一身血迹 相扶着走了出来 他们推选年龄最大的 月嫂张书贤为代表 来感谢我就他们 于水火之中 他们一群人商量过后 决定留在这里 共同抚养那唯一的一名婴儿 因为不知道 家里又是一种什么情况 而这里有先前收集的 药品和物资 也够他们生活一段时间 最重要的是 他们今天大仇的报 才发现原来难以反抗的人 其实也很弱 而这些天的磨难 也让他们明白 靠水都不如靠自己 至于周小果 他们没有为难他 却也不接纳他 只是分给他一些食物和水 就让他离开这里 而周小果到现在 还不认为自己有错 还在说 谢瑶 你那么漂亮 大家都说你被人包了 否则你一个孤儿 怎么会有钱上大学 既然你都不是第一次了 你早早地跟了王哥 也就不会有后面的蛇 谢瑶冷冷地看着周小果 你住嘴 我有钱上学 是因为我假期打了两份工 除此之外 我还参加学校的勤工俭学 每学期 我还可以拿到 学校的一等奖学金 就算我被包 那也不是你要我 自愿现身的借口 你这么无私 你怎么不去 你永远都是躲在别人背后 去盗地绑架别人 你这种人 才是又笨又坏 他们赶走周小果后 对刘立伟父女俩说 虽然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 不被侮辱 才帮助那帮人渣做饭 但他们的孩子 却也经过他的手 被做成食物 他们无法接受他俩 于是 刘立伟父女俩 接过分给他们的物资 也离开了这里 一切尘埃落定 我说 我要找一个同伴 能帮我一起照顾我朋友的孩子 我负责他的生活 但他必须保证 对我绝对忠诚 不能背叛我 否则我会亲自动手 送他上西天 听到我这样说 谢瑶走了过来 我的专业就是小儿护理 刚好我也是孤身一人 我的命也是你救的 你带我走吧 我绝对不会背叛你 告别张姐他们 我带着谢瑶到楼下的药店 挑选了应用药品 拿走一部分 然后让他拿着球棒 坐在电动车后面往回返 虽然今天经过一番波折 好在结果是好的 我找到了药 也找到了可以一起照顾小明珠的人 而且谢瑶还懂小儿护理 对我来说 就是一场急事雨 希望小明珠 在我们的照顾下 茁壮成长 我把谢瑶带回别墅后 她看着别墅里堆满的物资 都惊呆了 她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 很容易就能看出来 她高兴的是 她以后的生活有保障了 而我没有从她的眼里看到贪欲 那种想把物资占为己有的贪欲 在月子中心时 她只简单包扎了一下自己的伤口 现在我拿出来我囤积的点符 纱布 消炎药等让她再好好清理伤口 重新上要包扎 我熟练的给小明珠换尿不湿 喂奶 小姑娘吃饱喝足 就又闭上眼睛睡睡着着了 为了让谢瑶的伤口尽快愈合 我得给她做有营养的饭菜 但她又不能吃发物 那这就意味着牛羊肉 基于海鲜她都不能吃 我愁得直挠头 不知道到底做些什么 最后我给她熬了红枣枸杞小米粥 炒了个家常豆腐 又热了几个馒头 我自己则吃了个自热小火锅 她可怜巴巴地看着我的小火锅 我残忍拒绝她 告诉她等她好了随便吃 在谢瑶养伤的日子里 我没有在外出过 我们两个人每天都待在别墅里 我们每天的日常就是照顾小明珠 做饭吃饭 做做家务 小明珠睡着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吃着各种水果 坚果 零食 冰激凌 窝在沙发上看我下载的电影 忽略掉外面的丧尸 每当这时候 我们都有一种感觉 倘佛我们还在末日来临之前 我们就是两个普通的女人 在享受着自己的快乐时光 我只有163 而谢瑶有170 我囤积的衣服她都没办法穿 还好现在是夏天 她就只能穿着我的睡衣 虽然短了一大节 等她的伤好的差不多了 我们两个把小明珠安顿好 之后一起去了市区外围 寻找适合她的四级衣物 小明珠三个月前 我们还能在她睡着后 一起出去搜集物资 三个月之后 她会翻身了 我就不让谢瑶出去了 我自己一个人 慢慢地向市区内部一点点推进 要搜集小明珠 长大需要的小学课本 玩具衣物奶粉 还有营养品 如果时间充裕 我会多消灭几只丧尸 毕竟我多做掉一只 丧尸就能少一只 谢瑶在我面前表现得很阳光 可是我知道 这个女孩心里的伤还没有痊愈 因为我晚上听到 她在客厅里偷偷地哭 我并没有用一些干巴巴的语言 去安慰她 我只是装作不知道 谢瑶就像是一朵 开在泥潭里的话 尽管身处泥闹之中 却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 我相信时间会抚平一切 日子一天天过去 小明珠也一天天长大 我也会偶尔去到珠宝店里 收集点黄金首饰 钻戒 各种宝石项链手链带回去 和谢瑶一起在镜子前臭美 有时候我也会去月子中心 看看张睡前大姐 她们过得怎么样 看到她们齐心合力 努力收集物资 做掉丧失 也替她们感到高兴 她们给月子中心 唯一的小宝宝 重新取了个小名 叫希望 我在收集物资的过程中 如果看到 哪里有存活者活动过的痕迹 也会在显眼的地方 放一些食物和水 我也希望 我的这一点付出 能让处在困境中的某个人 得到生的希望 我一直以为 王哥那帮人渣是少数 可是我却低估了 末世后人性的 我给存活者留物资 的确是就活了一个重要人物 可是却也招来了 另一帮人渣 这一帮人用老人和孩子做饵 威胁他们出去钓鱼 就是利用人们 对老人和小孩的同情心 把其他存活者骗出来后 加以控制 再把他们的物资占为己有 他们手下的小喽啰 在出来寻找目标时 就发现了 我在放食物和水 也不知道 他们用了什么办法 跟踪我还没被我发现 我想可能也是我大意了 以为别墅在市郊就安全了 当天晚上 这个所谓的青龙帮大哥 就带着大部分小弟 来到了别墅这里 人为财死 鸟喂食王 我五米宽五米深的壕沟 竟然没有阻拦住他们 尽管耗费了很多时间 他们还是成功通过壕沟 来到了别墅外面 要不是小明珠刚好醒来 哭着要吃奶 而我刚好又瞅了一眼监控 我的别墅和物资 真的就有危险了 看着这群杂碎 在努力的家人踢爬墙 我打开摄像头上的语音 外面的人都给我听着 赶紧离开我家 否则我要采取强硬手段了 半夜三更 突然有人说话 的确把他们吓了一跳 但他们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于是我把电鱼机的 总控制开关打开 变了一群人嗷嗷叫唤 直接从墙上摔下去了 我又用摄像头语音说 赶紧滚 刚才我只用了一半电量 下次我就用全部电量了 那可是连牛都能电倒 不怕死的 尽管来世 我害怕这群亡命之徒 为了我的物资 连命都不要了 又打开开关 放了一次电 这次我用了全部的电量 只见黑夜里墙壁上 啪的冒着电火花 这群孙子 没敢睡觉 等到天亮发现 这帮人毅力还真是大 五米深的壕沟 愣是靠绳子爬过来了 我把摄像头的报警提示 都给打开 以后只要有人靠近监控范围 摄像头都会发出警报声 电鱼机的开关也一直打开着 我也提示谢尧 没事不要靠近围墙 免得误伤 夏季的太阳每天都很毒辣 所以我安装在楼顶的 光伏发电系统也非常给力 完全可以负担起 整个别墅的用电需求 而且还有多余的 可以储存起来备用 我和谢瑶就这样在别墅里 过着躺平的日子 每天吃吃喝喝睡睡晚安 加照顾小明珠 在这期间 我让张书贤大姐他们 开着月子中心的货车 来别墅里拉过几次煤和木柴 没有这些 等冬天来了 他们会很难熬 大人可以忍着 可是小宝宝却不行 将近半年的磨练 张书贤大姐他们变了很多 每个人看起来都充满了魄力和干劲 尽管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充满着各种困难 但是他们并没有对生活失去希望 正如他们的小希望那样 冬去春来百花香 又是一年好时节 小明珠一岁了 在他周岁那天 我拿出很多新鲜食材 和谢瑶一起做了一桌子菜 还开了两瓶好红酒 当然 给小明珠准备的是盒装牛奶 谢瑶其实早都发现 家里的冰箱里总是有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再大的冰箱 也不可能能储存够一年的份量 他虽然心里有疑问 但是我不说他也不问 该吃的吃 该用的用 他不问我也不说 刚好装个糊涂 一岁以后 我和谢瑶就开始轮流 给小明珠进行早教 用的是我从外面书店里 收集到的早教资料 小明珠三岁以后 我就开始教她 简单的汉字以及数字 她很聪明也很调皮 淘气起来让人恨不得上手打几下 可是看到她可爱的笑脸 又怎么都舍不得 小明珠四岁半的时候 我都准备自己要开始在别墅 前后院种菜种粮了 突然发现网络通了 看着手机上显示的WiFi标志 几年来已经习惯 手机当单机用的我 有一种恍如格式的感觉 网络联通之后 我的微信 QQ以及短信 都同时跳出来一条信息 字体加粗加黑 格外显眼 信息内容是 亲爱的兄弟姐妹同胞们 在长达四年半的末世后 我们人类终于迎来了希望 孙卫国院士经过四年研究 终于研制出了丧尸疫苗 只要注射了疫苗 即使被丧尸咬伤抓伤 也不会产生变异 我们会将首批疫苗 先应用于首都护卫军 然后逐步向外推广 请存活者耐心等待 再坚持一下 首批注射的护卫军部队 会以辐射状 向首都外围地区 展开丧尸清除计划 我接收到这条信息 后过了五分钟 又收到了另一条信息 给我赠送食物和水的那位女士 如果你看到这条信息 请联系010XXXX 我会给你留一个 首批疫苗注射名额 还记得我前面说过 我就过一个重要人物 就是这个孙卫国院士 青龙帮曾经控制了 很多老人和孩子 让他们出去 骗其他的幸存者 孙老爷子不愿同流合污 但却被他们 用自己的孙子做人质来威胁他 破于无奈 他只能佯装同意 实际上一直在暗中筹备 逃跑计划 当时我看到 有幸存者活动的痕迹 就会在显眼的地方 放着一些食物和水 孙老爷子拿到了食物和水 虽然回去 以后他因为没有骗到人 不得不上交了一部分 但是他私藏了一部分 就在青龙帮带头大哥 领着手下大部分弟兄 来攻打我的别墅那天晚上 孙老爷子趁手卫松懈 联合了几个同样 被当做幼儿的老爷子 敲晕了那几个手卫 然后他带着孙子逃走 靠他私藏的那部分食物和水 他们一直坚持到 首多来人就走了他们 现在孙老爷子 研制出来了丧失疫苗 他想感谢我当时 给他赠送的食物和水 却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只能通过微信 QQ 短信客户端群发信息 希望以此能找到我 他的这条信息一发 立刻有很多人 想要浑水摸鱼 冒充一下我 但是无一例外 都被孙老爷子 识破他们的骗局 等我打不去电话 机械员以为又是骗子 语气非常不好 但是等他问完问题 听到我的答案后 他的态度立刻转变了 他很有礼貌的 让我先等一下 然后就帮我 转到了孙老爷子来 在经过详细交谈后 孙老爷子确认了我的情况 得知我这边 有两个大人和一个小孩 老爷子又特立给我 多给了两个注射疫苗的名额 考虑到我们带着孩子 也不方便去首都接种疫苗 老爷子又安排了几名特战队员 把疫苗送到我手里 并进行了注射 我并没有觉得 我这样子走后门 就是浪费国家资源 反而觉得是一种因果报应 我给老爷子留下了食物和水 让他能坚持到被救 然后老爷子研制出疫苗 如果没有我的食物和水 老爷子很可能坚持不下去 所以我很坦然地 接受了老爷子的回馈 末世第五年 所有幸存者 都接种了丧尸疫苗 而丧尸也在部队的围剿下 全部被清除 灾后重建工作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虽然大家末世中 失去了自己的亲人朋友 但是现在每个人的心中 都充满了希望 小明珠和小希望都五岁了 他们在同一所幼儿园上学 张书贤大姐 他们联合起来 开了一家月子中心 谢瑶也继续去读大学了 虽然班里 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学生 至于我 我辞职了 当然是因为我在末世期间 收集了那些黄金珠宝 随便卖几件 都够我和小明珠的生活开支了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 送我储物袋的老爷子 又来找过我一次 他说因为我救了孙伟国院士 使得他能研制出丧尸疫苗 造福人类 这大功德一分为三 一份作用在孙老爷子 一份回馈于我 还有一份则是投射在他身体 由于这份功德实在是很大 不仅改变了我的气韵 还间接锤炼了我的体内经脉 以及体质 老爷子说 只要不碰到意外事故 我可以轻松活到200岁 索性就淫世 低调一点 而既然他与我有这样的渊源 不如就带我如修真门派吧 于是我一边继续抚养小明珠长大 一边按照老爷子留下的功法修炼 至于我如何修炼 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